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2020年做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执行长 其实成绩不错 去年金曲跟金音也在高雄 刚开始我觉得Leo还拿着音响 在国贸 不是有片出来 在国贸那边玩他的 就很好你想把高雄气氛慢慢做起来 就跟那个地方的文化感情 你做的蛮好的 那是我们的形象影片 我们做了四支 就是高雄高流这个形象 你刚去的时候 你做的蛮好的 然后做不到三年 是谁欺负你啊 你就不做了 一下就讲这么敏感 没有 这是有任期的 就是三年一任 你三年还没到 就只剩两个月了 不是问你那个原因了 因为你是个创作人 创作人反正要经历很多很多的过程 对不对 你一个你从这个大学时候就参加什么大学成 创作比赛 对对等等一路降下来 一路做音乐 那做创作人这一个地方 做一段时间之后会真的疲吗 还是觉得任务阶段性任务完成了呢 还是怎么样 不会我觉得喜欢创作的人应该我到老婆婆的时候 还是喜欢弹钢琴弦歌 很好啊 那是什么原因呢 因为我是个南部小孩子 我问这个原因是说 我最近也在屏东看了一些地方 也就从改建的地方 我很想把也就跟 也是有个心情吗 我真的是南部孩子 看来在那个地方能够发掘一些人才 对 等等 我觉得你大概也是 你是高雄出生的吗 是是是 但你很早就搬到台北来了 对大概baby的时候 你对高雄对得起吗 我爸爸工作的关系 所以我这次去高雄回去工作 有一种 因为你身份证上面写的出生地是高雄 所以一直对这个都市会觉得又陌生又熟悉 那就 你熟不熟 很少回去吗 之前不熟嘛 OK 那就会觉得 如果有一个机会可以在这边工作 然后进一步认识这个我的出生地 而且创作人来讲换一个时空 就像你经常到世界各地旅行 是有趣的 对对非常有趣 我很爱高雄啊 对天气也好 我现在那边好多朋友 我都说我以为你好多房子 一间都没有 OKOKOK 对对啊 你抱这个兴趣是蛮好的 是而且高雄有很多优秀的孩子们也会很想要进入我们的业界 我们音乐圈 那不管是音乐电影戏 那不管是音乐电影戏剧等等的 那但是他们以前都必须要北漂嘛 都要离开家人 那现在好不容易国家盖了一个流行音乐中心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机会好像我还蛮适合 也是我喜欢的 北有黄玉玲男友这个李星云是非常好的 很好的事情啊 对那我也觉得这三年其实也累积了蛮多 就是建立一个桥梁 就是让他们知道说如果未来要进业界的话 他们像我最近安排的一些课程啊 高流系的一些讲座啊 活动啊 那他们就慢慢有一个ideal 而且未来也是可以在高流上班 可以接触流行音乐 不一定要离开家 你不希望高流只是一个能够表演音乐地方 希望它变成一个音乐有产业 有这种所谓的产品 这种作业流行出来的东西吗 我最希望就是可以推动流行音乐的产业 而且是有这个高雄款 就是有这个city的特色 你也办了很多季嘛 很多活动嘛 音乐节 都办得很有趣嘛 什么还有什么蓝宝石大哥听 所以就不知道你 其实我觉得蛮好的 你看我们嘉义出的音乐人 我们音乐来讲好了 嘉义出的音乐人 像张信泽啊 李雅明啊 吴百啊 对吴百 对吴百还我家中学弟等等 虽然没什么真的很多亲的关系 还是有这样亲的关系 觉得我们南部出了蛮多人才 嘉义很多艺术家 对我不是啦 但是南部孩子 如果又高雄在这个南部最重要的一个城市来讲的话 那你去的时候我觉得还蛮好的 但是南部孩子真的好像很多事情 还是会跟台北比较起来了 你说他们的整个 我们希望南部开始慢慢的 其实台湾很近嘛 对对 拿什么分的 可是好像还是有一些距离 是 就像LA 西岸的人会去compete 想要去东岸发展或是去纽约 那我觉得 其实南部的很多都市的特色 其实也很值得开发一些人才的 所以我一直对于音乐教育 对于推动产业很有兴趣 所以才决定说 好 我的创作先摆一边 然后就下高雄去工作 好 那你的感觉怎么样 就南部孩子如果在这个影视文创各方面 你经过了快三年的时间 对不对 虽然是在音乐界 但是我觉得你用心去看了这个南部孩子 我们要让听众朋友来分享一下 说你看到南部孩子 做这方面的创作的人缺乏什么 或者需要加强些什么 我觉得他们跟北部小孩很不一样 我这次在那边生活 我才观察 我觉得他们很拼 然后很认真 很负责 但是比较害羞 就是刚开始 也许你会觉得他好像不是很敢表达自己 或是推销自己 但是呢 你跟他们公事的时候 我就会觉得他们 像我那些同仁啊 高流的同事 他们就常常加班 然后我要要求一个什么东西 我说我要办这个音乐节 然后他们就去拼 就去找资料 他们是很愿意devote他们自己 所以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所以我们也建立了一些革命情感 对 就是比较害羞 对 刚开始 刚开始 可是进去之后 害羞很容易可以突破了 他如果一开始工作 或者是你给他一些鼓励之后 是 对 那他们的特色跟他们的专长 因为你说过 因为还是要看土地 那个地方的那个文化 对 对不对 他们能运用的这种elements 有多少呢 除了海洋 天气 各方面来讲 还有什么呢 高雄是工业城市 你不光讲高雄 你包括我们嘉义吧 嘉义 没问题 我觉得南部啦 南部孩子啦 对 中南部孩子 南部孩子呢 他们很热情 就是他们是外面看起来很酷 然后但是 不是酷 那是害羞 害羞 但是内心非常的passionate 就是很多很多人 当然 对不对 所以才可以 不要讲我 我是真的很关心 一些南部小孩 是是是 然后你就会被他们的那种 热忱所感动 对 他们做什么事情 都是拼了命去 要去做出跟台北部一样的东西 可是也是因为交通啊 还有这个所谓文化中心 在台北上的因素 他们也很容易 也很容易受到打击啊干嘛 虽然有一些表演 这次在高雄 你说Blackpint也好 或者是阿妹也好 互联都在那边 当做表演的地方 可是我们就一直讲 包括你讲的 你说他能变成一个产业 有人才能够出来吗 这对你来讲很重要 我到这样跑南部 我还是觉得 他们都懂哦 行销啊 内容啊 而且有些东西懂得比台北还多 可他们就觉得 还是会有点点进不来 这个行业 我觉得有一个重点 就是说 我觉得要建立他们的自信心 就是说当你觉得 你很proud of 你自己的town 你自己的城市 你的地方 然后你很有自信的 其实他的特色就会很容易就可以凸显出来 像我上个礼拜也是嘉义文化局也约我去开一些会议 他们要办一些活动啊什么的 那我也发现说 嘉义人就是应该找出这个都市或是跟其他人不一样的地方 我觉得我们台湾有每个都市其实都应该往这个地方去发展 那我我常常觉得我们做台北第二没意思啊 对那只是copy而已 那你看到高雄 你看到高雄在高雄大概三年 你看到高雄这些年轻人应该运用什么样的一些孩子那话题 他应该用什么样的一些元素去创造 不管是音乐也好 我还讲音乐好了 一些音乐的一些内容跟素材 像高雄就产生了很多的这个另类乐团啊摇滚乐团啊 那他们的这个quee call 或是说他们的那个很aggressive的那个性格就展现出来 因为他们比较直率 就是他们喜欢就很喜欢 不喜欢就摆一个臭脸 所以他们是很直的 他们不会说像 有点像京都跟东京或是大阪那种不一样 那有时候我们在台北我们会客气啊 我们会不好意思说我真的很很不喜欢 我们可能会用婉转一点的方式 那但是我现在发现跟那些小朋友 他们有时候设计出来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说啊这样不会太太突兀吗 或是这个太壮色吗什么的 然后他们就说老师我就觉得这样比较好 就是他们是很直的 可是他们现在还是算是另类吧 不管是乐团或者是说设计东西 还是比较比较另类没有到主流嘛 对不对 可是应该跟他们讲另类有可能机会变成主流 是没错像灭火器乐团刚开始 大家会觉得他们比较另类比较阴底 但是现在有这么多人喜欢他们的时候 其实主流跟非主流 他的界限其实就很快的就被打破 那像声响乐团在美农创作客家歌 这个也是就是在地的这种感觉 可是台湾还是市场太小 你会觉得 但华语市场现在因为很多因素 也会比台湾也变得比较小了 有机会这个走到全世界去表演吗 我觉得当然有机会 对像过去我们会觉得韩国的音乐 哎呀老外怎么可能懂韩文 这是一个例子了 对但是我觉得这个要有很坚定的信仰 就是我一定要做到 我就是要打外国市场 就像我这次下去南部 其实我们每次活动都有屏东来的朋友 嘉义的台南的 其实大家好像有形塑出一个南部的潮流 是跟北部很不同的 所以有基本上有可能 就是说我们跑到其他因素不讲就好了 有可能台湾可以南部中南部 可以塑造一个自己的一个影视 或者是音乐各方面 这样子的创文化 根本也不要管台北怎么样 就不管是一个方式 对这也是我一直想要推动的感觉 对像我们这种南部的瓦兴 外申人开始做捐村文化 没有人理由我们什么叫捐村文化 捐村就是慢慢的慢慢做 慢慢做慢慢做 也会也至少一点迹象 人家也开始慢慢了解 了解什么叫捐村 可能大陆也就开始慢慢了解什么叫捐村 也就是就我们几个人 努力去做这个事情了 对也有机会吗 当然 你看宝岛一村也红出去 对可以这样讲 还是个例子 可是音乐这部分 我觉得南部孩子 还是就你讲的可能害羞 然后碰到挫折之后 如果到北部发生挫折之后 很容易就消失你急了 是是 就是觉得哎呀 反正就回去吧 对 可能回去跟进攻就两回事 嗯 就这样的心情 对 所以我就常常需要鼓励他们 而且告诉他们 他们好的地方在哪里 那我发现孩子们只要有自信以后 他的光芒马上就会显现出来 OK 可是我看资料来讲 你那么喜欢音乐 可是你好像 你说你在中学的时候 也受过一些语言或什么方面霸凌 是什么是语言吗 是台语吗 在国语的学校还是怎么样 应该是说我比较调皮 我比较喜欢冒险 看起来完全不像调皮 后来还调皮 参加band就比较调皮 我最我最叛逆的就是我的外表 哈哈哈哈 大家会觉得我很乖 你表不一致 OK 可能我念的是光人中学吧 就是教会学校 OK 对 Nisan是我的学长 对对 我的前老板 对对对对对 那在学校音乐班 台湾的这个古典音乐教育 是在训练演奏家 或是你出来 当然就当老师 对 但是我在学习的过程当中 我一直在思索 我未来要做什么 我很喜欢音乐 但是我也没有办法成为马悠悠 你高中时候在光人就有种想法 对 因为要成为一个演奏家 他的EQ啊 整个身体的状况 要非常非常稳定 我们大概训练出 5000个小孩 会不会成有一个是演奏家 明星 对那其他人要怎么办呢 在音乐圈里头 还有没有其他的位置 适合可以坐 其实我在 在学校的时候就常常这样 所以我会组一个 弦乐四重奏 或是自己写歌 然后就会丢 像金玉奖啊 什么大学成的创作比赛 这在学校是不允许的吗 还是不被鼓励的 不被 老师会觉得 你好好准备毕业考就好了 为什么要去搞这些 课外互动 为模为的 对 那是老师霸凌你还是学校 学中会霸凌你 会一直会觉得自己走在一个比较寂寞的路 那同学也不支持你吗 同学蛮喜欢在我的情房看我弹一些电影主题曲啊 从那时候就开始玩 你没有回答我问题 这个可能要再另外开一集会讲很多 但是在学校是会觉得比较苦闷了 比较孤单 对因为古典音乐圈 对大家都还是希望你是循规道局 觉得你是另类 那家里的家里对你鼓励吗 就说没关系你就读音乐 但是基本上我妈就是很头痛啊 就是我自从我大学毕业 我就跟她说我不留学 我也不去念什么硕士 我就是要进入流行音乐圈 你们家本人是希望你能够做这个所演奏家 对我妈说她给我学音乐是希望我以后不要靠男人吃饭 就是如果我被欺负了或干嘛 我教要钢琴 我可以自力更生 她的心愿只有这样 你妈喜欢音乐吗 她很喜欢但是没有机会学 可是她概念里面觉得说 如果能演奏钢琴 就是可以当老师 那时候爸妈都希望你以后有一行饭 你自己的记忆 可以做老师或怎么样 我们捐终就说你会开车 能坐经车司机你就饿不死 这话把我哥气到后来都还在生气 我们只能开经车吗 所以你妈就说你能够弹钢琴就好 只希望这样子 但是后来没有想到我在录音室工作 然后我都录音到半夜三四点 有时候帮声歌编曲 还要陪她喝一口红酒 我妈就疯掉了 你妈说我叫你有饭吃 不但没让你有酒喝 对她就说你半夜三斤都不回来 到底在玩什么流行音乐 不过你爸爸喜欢音乐吗 我爸爸也很喜欢他是工程师 所以他是理科思考的人 理科很多很喜欢classic 他是音痴啊 OKOK 音痴 所以很可能你这个基因也是来自你妈喜欢音乐这个事情 只是没有名状没有特别的这个所谓表现出来而已 还好我爸爸妈妈他们还算是算开明 就是自由派的觉得我个性很降 那也不可能是他们塑造的一个什么音乐系 然后去跟什么医学院去dating啊 什么那种活动我是完全拒绝的 OK就展开你的音乐人生了 好休息一下马上回来 我是王宇宙 你现在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来宾是音乐人李星云 不过很可惜 就高雄流行音乐中心的执行长 结果呢这个做了快三年快满了 然后就是你说好阶段性任务完成了 但是对南部的音乐 希望他变得有产业的人才出现 你还是你这做的时间跟现在还是非常关心的 对不对 然后你现在又回归要去做音乐创作 跟是做音乐教育 所以这还是你最大的指示 对不对 是啊 对 因为我觉得这个行政法人这个制度在台湾 现在才刚萌芽 还没有完全的健全 言下之意 你还是做这个执行长的时候 还是碰到很多阻碍 我常跟黄玉玲 因为我们两个是小学就认识 一个儿童合唱团 台式那幅 我们是基督教儿童合唱团 我们那一班有 我跟小林 还有赵永华 徐景纯 我们就是从小就认识 所以很巧 就是小林接了北流的时候 我刚好就接了高流 多好啊 我们两个每次一见面姐妹就会一直 问就是对方 你最近那边怎么样啊 然后两个人就很多苦水 因为毕竟我们创作人对于很多的这种行政作业 或是公部门的一些要求 我们不是那么熟悉 所以言下之意还是很多事情 还是很多red tab 很多这种行政作业会让你们很烦恼 就学习了 对 但是就知道说 这个因为行政反而 北流的状况还好 就是黄玉玲是董事长 对 那高流的状况是董事长 所以我们还是必须要很多事情要董事长说了算 音乐有种东西叫弦外之音 我听得懂了 开玩笑 不过基本上做音乐 一路以来 你看你小时候在光人 对不对 就古典音乐 那后来呢 就出来 你是后来去什么时候去伯格雷读 你中间还是有工作嘛 对 我先 跟流行音乐 真言社 对啊 真言社 然后自己有团啊 对不对 然后那是完之后才到伯格雷去学音乐的 是是 你伯格雷学爵士 对 我因为那个时候在台湾很少爵士音乐 爵士要环境啊 对 大哥说的对 那我知道了古典音乐圈嘛 然后玩过流行乐团嘛 对对对 就去弹keyboard 然后后来就觉得 好像爵士乐这个东西是没有办法 这是老师教的 对对对对 要那个细胞跟感觉 对 你就不知道Berkeley学爵士 还学另外一个吧 学编曲 对 流行编曲 然后看你回来之后 你就多样的发展了 就不管是古典音乐 然后音乐专辑 跑全世界跑全台湾 然后做到电影配乐等等 后来又做执行长 现在又回到自己的音乐创作 所以我一直觉得 你的作为一个音乐人来讲 你非常丰富啊 这点你有没有很感恩 会觉得很快乐 很感恩 很感恩 就是自己爱冒险啦 好玩这样 我觉得很少音乐人可以这样子 跨界当然也有啦 就很少音乐人可以让自己的这个 可以接触这么多东西 不管这个音乐也好 还有你自己的这个步履也好 这个是蛮棒的一件事情了 你不觉得 可能 所以你妈当初只说你只要能教钢琴就好了 现在不是啊 这很棒啊 可能在真言社的时候也眼界也打开 也谢谢逆桑 你说逆桑 对 逆桑竟然会把人家眼睛蒙前 哈哈哈 太玩笑了 他说我好朋友了 是 逆桑给了你很多这样放的 这个inspire 这样子启发 因为逆桑的朋友很多嘛 对不对 像你们啊 对 那个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远远的在后面这样子 跟逆桑讲话云商不照的 讲话很雅 很像雅士 这个第一场 这个幸运啊 这个事情啊 你去做就好 是是是是 那会碰到什么侯导啊 孝贤 陈国富导演啊 所以我才有机会可以做电影配乐 陈国富跟孝贤 我是非常喜欢陈国富 我跟他不熟 当然江湖上总会碰面 我觉得陈国富是真的有才华 很有想象力 很有才华 而且很taste很好 对 所以我很荣幸的就是 做了第一部惊悚片 就是双铜 对 就是他的电影 OK 那是你第一次接触电影配乐 就整部的 对 之前还有笑莲安 对 那个时候我写歌 电影歌曲 对 或是只要为你活一天 美丽爱球 那个都是片段的 但是双铜是第一次 那陈国富他也很老实的跟我说 我会找你 就是因为我可以掳你 就是够手 不能付你很多钱 对 就是他要修改啊什么 因为电影配乐的确是 你要有很多很多种音乐类型 来提供给导演 这是已经读书回来的时候的事情吗 对 OK 电影配乐是我们很多人非常喜欢的 你说这次的奥斯卡 你看那个John Williams还坐在这个地方 那Steven Spielberg这个 对对对 还是那么老了 九十几岁 就几个音节 咚咚咚咚 大白沙就来了 好厉害啊 你第一次接触电影配乐 这我也跟听众朋友一起来分享你的经验 因为这个电影配乐是个很 很微妙存在的一个行业 又不能抢 可是你讲过说电配乐最过瘾的事情就是说 有机会就看完电影之后 你会哼那几个主旋律 这样的登登登登 对不对 对对对 这就是我们作曲家的回馈了 最快乐的时候 最快乐的时候 音乐很厉害 就几个音符可以做到这么多的事情 好可怕 好可怕的人 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了 就是很希望说 我现在自己觉得真正的大师真的是四小节 就把这部电影的精髓跟定调 就已经告诉你 它是一部哀伤的电影 还是悬疑的电影 大白沙Jazz是一个什么电影 就是登登登登 对对 就好了 哇对对对 好厉害 好厉害 所以你碰到陈国富的时候 他知道你没有经验 对 新人 他除了如你之外 是不是要追你的感觉 没有 这个 不 我的节目就是 我上哪里 我怎么知道 你真的太会连结了 没有没有 他都是追我的闺蜜 对 我很多好姐妹 都曾经被他追过 OKOK 但是你没有经验 我觉得他就是 我觉得他taste的很好 他说 听我的音乐 他可以有画面感 这样 那我也是 我自己在做电影配乐的时候 我也是常常就是 要看很多次很多次 然后 然后我甚至不不想要直接在keyboard上面就 就编了 就对我要想 我要去拼 也不是像有些人看得像 也不是这样的方法 那个是第二阶段 第二阶段 对 第一阶段最好是完全空白 就是靠你自己的想法 自己天马行空去想 我现在想要大提琴 还是我现在想要吉他 OK 好 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跟那个我们李星云老师 来体会一下 如果有一天你做音乐 或者是你却欣赏一个电影的配乐 其实对很多听众朋友来讲 有些几个有名的电影 天影配乐 你会很 觉得很好 可是有些大部分电影 不太就关心电影配乐 对 我们来体会一下这个行业 我觉得很有意思 马上回来 好 我是马云忠 你现在收听是 我说到哪里了 我们今天欢迎 这个全方位的音乐人 李星云老师 老师现在从这个高流 就是一个阶段结束了 现在回归做自己的音乐创作 跟这个所谓的音语 音乐教育 有一个电影配乐这个事情 我觉得是很 你也拿过金马奖 我觉得很有趣 尤其你说 我们新天堂乐园 那个电影的 那个意大利音乐教父 就那几个音乐 几个节奏 每次听鸡皮疙瘩都起来 最近有部电影 叫配乐大师 就在讲他的故事 是 你看了 我真的非常推荐大家去看 我是昨天才去看 真的啊 太巧了 然后我真的后半部 一直哭 哭着看 因为他算是我作曲上面的偶像 对了 新天堂乐园很多人看过 你只要一听到那个音乐 你弦乐 而且你特别喜欢弦乐 一起来之后 他就拉你的心弦了 是 他的音乐就走到你的心里头 对 然后那个故事 我等一下跟你讲 为什么会对我们 眷村孩子特别感动 因为那个背景 跟我们眷村那种 那种意大利的那个 也是妈妈 做主啊 然后孩子皮啊 等等等等 那跟着那个 跟着很多大人这样长大 那个小孩子 从小爱看电影的事情 就跟我们很多小说的心情很像 所以看这电影 到今天为止 百看不厌的电影 其中之一 我也是 随时拿回来看 你还是觉得 就像那个小孩长大之后 做的那个电影 这样子看那个电影 感触良多 你看电影配乐多重要 这个戏 配乐大师这部戏 就是讲这个 意大利的音乐 音乐大 这个教父 讲他的故事 这个作曲家 讲到你第一次 接触到电影配乐的话 就是从Burkley读书回来之后 碰到陈国富 他让你做双瞳 那时候会很紧张吧 很紧张啊 而且我以前觉得我很喜欢音乐 我也喜欢电影 那我应该就be able to 就是当一个创作人 对 结果才发现 哇 惊悚片好难做 他是惊悚片 对对对对对 对因为惊悚片 你还没有后置 他伤口什么都是假的 就是都还是 还要靠很多的效果 对 所以在看毛片的时候 其实是很阳春的 然后没有任何声音的话 其实是一点都不恐怖 就是没有吓到你 如果吓到你的心弦 你就有弦乐出来了 没有 我们要用乐器跟音色 去引导观众 告诉他们说 待会会即将发生什么 还是已经现在 要很恐怖很恐怖 是要靠我们声音 这个经典也 也真的是从戏剧考课 什么电影慢慢出来 我们小时候看黑白片 我刚拍电影做 说出来 你从来没有想过 小时候没有想过 学音乐的时候 想过说自己可能有天会做 电影配乐 然后还得金马奖 完全没有 对 没想过 所以第一次的时候 看毛片的时候 根本看不出一个 惊悚的感觉 但是要很强烈的 这个所谓的 叫什么 想象力 对 程序是怎么样 做电影配乐 你个人的习惯是怎么样 现在做那么多了 是 做了很多才发现 那个有时候 做惊悚片 然后做伦理爱情大悲剧 那各个不一样的题材 要满足导演 他对于他自己电影要传达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是要看懂电影 这个东西就很难了 要跟导演谈 对 毛片其实很无聊的 我们也看过毛片 效果没有 音乐也没有 然后等等 也没调色 四个小时 对 你要后来变成 还有剪辑也很重要 有剪辑会改变的 对 对 OK 所以要先跟导演谈 他这部电影要表达什么 是 光是这个阶段 然后就读剧本嘛 那读剧本的时候 我开始就会做笔记 比如说这一段 我觉得是可以放音乐的 OK 那这个当然也要 在等初剪的时候 再来go over 所以他会有很多很多 有没有导演 在跟你沟通电影配乐 是说我这时候的音乐 他可能不懂音乐 我就因为这时候音乐 要这样 有啊有啊 讲一个旋律 会啊会啊 我以前就这样子 我讲了出来那个感觉 然后我就看到音乐 有些人眼睛看得我充满了迷茫 没错没错 但是我知道的意思 哎 但有些人就我知道的意思 但你不要再给我那个 我们很怕这种导演 是吗 就是因为我们要去捕捉 到底什么样才可以满足导演 现在中文导演 我为什么做导演 被人家那么讨厌 就这样 什么事情都要指导 不会不会 但是这个也是我们的挑战 OK 对 就是看我们够不够专业 可以去抓到导演要的 先跟导演的沟通 然后就开始看毛片 对不对 体会 对 然后就初简 那就等 初简 但是在看毛片的时候 你开始老的话有音乐了吗 有 就是我就要记录下来 对 就这边我想要怎么做 这边几分 三分十五秒的时候音乐要进 然后五分钟的时候要飞到 还是马上就音乐要退 在那个硬奥点要先抓出来 所以你看 你做音乐 反正音乐是自己在创作的 你当然就会有画面 对 但别人给你一个画面 对 你要配合他画面的时候 这时候你第一次做完这个电影配乐 或到现在为止 你觉得你所缺的会是什么 我每次做完我都说我再也不要做电影配乐 为什么 没有答案 有没有很满意 都满意吗 你一定是都满意才交出去 对 我都满意 但是你知道吗 有时候你去看首映会的时候 你才知道 哇 原来导演把某一段剪掉了 对 所以那个时候的做的都白费工 或是甚至有我有碰过那个导演 就是把我这段音乐 本来应该在前半部播的 结果他把他以画节目到另外一个段落 所以在那个黑黑的那个 黑黑的电影院里面 愤而起身的就是你 那个剪影就是你的 通常最 瘦瘦的 心情最澎湃 很阶细的一个女孩子 鞋的包子走掉 但是最好玩的也是首映会 因为有一些地方根本 我是要营造悬疑的 结果有观众笑出来 这个在剧场也会发生 也会 你又搞不清楚 我这个根本就是要吓你 或者我根本就是个悲剧 对 怎么会有笑声 我后来就做了几次舞台剧 真的 而且笑的人 声音就不大 就是那个样的音量 是 所以很多人看世界 真的 当然共鸣是很多 对 有几个人看世界真的不是 我在想这时候你为什么笑 对 可是一直在那个黑屋子里面 找不到那个笑声 可是这下一个点 应该大家哭泣 所以很有成就感的时候 也是当你觉得 你就是希望这个时候 观众整个 他知道 对 然后你就看到很多人 在拿卫生纸擦鼻子 那你就会觉得 我所有的努力都值得了 所以那个黑屋子里面 有一个剪影 一直给哭的人鼓掌 就是我 一直想要跟他们说 太精彩了 太精彩了 我觉得电影配乐 这个事情很微妙 我觉得从这边 还有很多的一些哲学情绪 我们的秀一下马上回来 OK 我是王文中 你现在收听的是 我说到哪里了 今天我们欢迎的是 我们的全位的音乐人 李星云 我们谈到你这个音乐 整个学习到现在 职场上的工作的 一个整个的生涯 当然我们谈到一个 我觉得听众朋友可能 跟我都会很有兴趣的 一个电影配乐 也是你一个 你也拿过金马奖 很重要的一个工作的项目 你离开高雄 这个流行音乐中心之后 现在也有人在继续到你 做电影配乐 听说跟那个 陈平章老师也有新的创作 对不对 大哥怎么都知道 对 你真的很厉害 我早上有只鸟 会听到我家门口 我懂鸟语 情报太足了 对因为我一进圈子的时候 制作的第一张唱片 就是陈明章的下午一出戏 对对对 那张唱片 那没有想到我做的东西 好像在当年了 是会让大家觉得很另类很怪 或是很 不音乐就这样子 另类总会变主流啊 就这样跳来跳去 对 然后到现在还有人 常常有时候跟我聊天 新朋友他们会说 哎我好喜欢那张唱片啊什么的 所以我们有计划在想说 把陈明章的作品 重制 做一个管弦乐的连结 对 因为我很喜欢写Symphony这种 这种编制的 对那也是因为 他也是有纪念性啊 就是我进圈子做的 第一张制作人的专辑 对对对对 不过说做电影配乐的时候 你自己在看毛片的时候 脑袋瓜就开始出现旋律 然后你会想Symphos那种感觉吗 就是那电影鼓 C Low 还是会感觉那样的情绪 对不对 那是满心充满澎湃 制作人跟作曲人配乐师 必须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有点超能力吧 就是我想象 对我想象这一段 如果是用琵琶来演奏的话 它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OK 你说最近的这个 新天囊乐园 这个所谓电影配乐大师 也是意大利的这个音乐教父 这部电影叫做配乐大师 这个电影刚刚上 你看到后面你会泪揉满面 当然你也同时同样的职业 部分来讲 你为什么让你感动 最大的部分是什么 就是他也是一个跨界 当他是原本是在学习 古典作曲的时候 他常常会被他的老师 被他的同学瞧不起 会觉得他在玩什么 古典怎么让人家瞧不起呢 不是他原本是古典音乐家 但是他去接了电影配乐的时候 OKOK 他自己是会觉得 甚至还用假名 而且在意大利那种地方 对 就是不被他的原本古典音乐圈的人肯定 OKOK 那所以他自己就开创一条 他后来有觉得 他一定要在电影配乐上面呢 他要做一个revenge 就是告诉当时不看好他的人 他想要闯出一条路 那我也觉得跨界的人本来就是比较辛苦的 因为你不被肯定 不被熟悉 那大家不知道你要做什么 可是跨界现在来讲 我觉得是蛮愉快的 我觉得你看 以前刚开始你们民歌时代的时候 很多创作是吉他 和弦 或几个和弦就可以创作 可是你先看现在 你看周杰伦他们 杰杰他们 这些新的流行音乐歌手 他们是学古典出来的 光黄又林他们这些都是一样 可是那个剑就是多 他的想象力就比较丰富 古典还是 你看你去古典 后来你去配乐的时候 配乐的时候 你的声音里面的乐器 跟感觉和平就一堆 就不会那么单纯 古典音乐还是好 还是小时候这种环境 我们就是没有这个环境 我们捐寸只要打孩子的声音 也是一种弦乐 所以以后你帮我 如果我是终身梦想 还是说捐寸话很多东西 如果一部 不管是舞台剧 还是什么大的创作出来的时候 像以前的《宝岛一春》 或者《光阴故事》 那时候配乐要请你帮忙 里面千万要用打孩子的声音 还有那个宝兹馒头叫麦的声音 这个三天领起来 很炫 加一个loop就会变成新的拼贴感 我就说《新天堂乐园》这个歌声 这个音乐电影配乐的音乐 你就会让人感觉到小时候 这很微妙就起一个节奏 这是电影配乐很棒的事情 总会我觉得很棒的职业 因为这个作曲家我觉得他是很有灵性的 对他看起来是一个好像很严肃的老头 但是他的内心有很多很澎湃的情感 然后我觉得他是非常擅长在就是我刚刚讲的梁小杰里面的主题 就让你感受到 对啊对啊 让你的心情忽高忽低 那个真是 我觉得 音乐实在是一个很美丽的事情 所以我觉得新勇老师 你基本上来讲 音乐我就让你得到很多的快乐 对不对 对那现在离开了这个高雄流行音乐中心 你现在还是回到自己的创作本本来这个地方 对对对 你接下来还有没有什么自己想自己充实自己 或自己想涉猎的地方 我还会继续的做推动流行音乐产业的工作 那在教育上面 对所以我9月可能会回大学再继续教书 对就教有关于跨界音乐 电影配乐 这些编曲啊 作曲这样子的课程 对 然后我才刚做完梁静茹两首新歌 对所以可能6月会跟大家见面吧 OK 制作 你现在看很多的Indie的这种歌手 或者是乐团出来 你觉得对台湾的流行音乐来讲 的帮助性国际性会很大吗 当然 我一直走在这个非主流跟主流的界限当中穿梭 其实就是希望可以带更多的有创意的年轻人 让他们知道他们不是寂寞的 对然后他们只要是自己充满很多的想法 很多想象力 其实任何音乐组合都是可能的 对音力的好处就是说没有人管你嘛 你DIY嘛你想怎么样创作 没什么唱片公司啊 行销啊 对你可以自己慢慢闯这个天下 对可这也要耐住寂寞跟耐住辽络的掌声 然后慢慢收到大家欢迎 是是是这样的感觉 对是是是 好谢谢我们新英老师 今天给我们跟你聊天很愉快 我们赶快去看 我真的要赶快去看这配乐大师的电影 对 而且他的生平 我觉得代表很多人可能不是学音乐 但是一生里面在职场上的变化 是是是 OK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感谢 感谢 感谢